骑士骑着摩托车没想到却突然打滑失控 只见他连人带车向前滑行好几十公尺 直到撞上路旁耗制牌这才停了下来 这有可能没空谱 因为很大声啊 很拚着很大声啊 忽然间来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跌倒不知道 撞击当下发出巨大声响 可把附近住户吓了好大一跳 只见整台机车几乎撞成废铁 车轮撞飞 零件碎满地 精闲场面发生在四号上午九点多 新北市戏指康宁街 当时机车骑士疑似因为车速过快 加上地面湿滑 不慎失控打滑自摔 机车撞到后置后 一度喷飞到对象车道几乎解体 不过男子当下却是若无其事 站起身将车子迁到路旁 也让目击民众全看傻眼 多久那个人就自己站起来 然后就走回来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我们需要叫救护车 然后他就说不用 因为他刚好今天下雨嘛 所以他有穿长裤 然后又穿雨衣 然后又全罩式安全帽 所以可能相对他受到的伤害 有比较低一点 天雨路滑 骑士惨摔倒地 好在只有受到轻伤 但在台风小犬步步逼近 骑车上路最好还是放慢速度 毕竟不时人人都能像骑士一样好运 三十文教育前来请 新北采访报道